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次视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菜 爆香马齿线 今天准备了300克的马齿线 这个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这个马齿线能抑制人体对胆固酸的吸收 降低血液胆固醇的浓度 改善血管血壁的弹性 对防止心脑血管疾病也都很有利 同时也有非常较高的 对人体有益的各种微量元素 首先准备一盆清水 把菜放入到盆中 再加入一勺食盐来回进行淘洗 因为食盐有杀菌的功效 马齿线的缝隙当中也有钻了很多的灰尘 用盐水清洗可以更好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我们控干水分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几个大蒜切成蒜片 切好后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在盘中我们也准备了10克的红辣椒 下面把清洗好的马齿线的根部老的部分去掉 还有头部开花的去掉 整理好后改刀一切两半 因为这个马齿线太长了 切好后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起锅加水 水开后倒入马齿线 焯水在45秒左右后捞出 这样做可以去除农药的残留物 同时还有预防马齿线过敏的现象 另外马齿线草酸含量过高 焯水过后可以降低马齿线的草酸 起锅晃油 油热后倒入红辣椒和蒜片进行呛香 爆香后倒入马齿线 爆炒15秒后 加入食盐两克 鸡精两克 点入少许的老抽 再放入锅内翻炒六七八九下后 加入少许的花椒油 再翻炒四五六七下后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道菜吃起来的厚味会有甘甜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上菜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厨 阿勇每天在给您加的味道